大部分人的入睡时间更不相逢 但起床的时间是集中的 这都要依靠它 有统计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讨厌脑中 从睡眠中被惊醒呼吸频率会瞬间翻倍 短期记忆力会下降35% 长期被脑中唤醒的人群有更高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过去十年 国人的入睡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 相关数据显示 闹钟响过几次后才起床的人 醒来后反而更不清醒 由于长期在刺激中容易被惊醒 还可能导致月经过规律容易出汗症 可为什么闹钟越影响我们的健康 我们却越依赖闹钟 所有人都需要睡眠 这不仅是一种本能 也是人体保持健康所必要的过程 但维持健康的前提是需要完成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 最健康的睡眠周期是11点入睡 7点起床 我们睡眠的话 它是需要身体自然的激素来调节的 主要的因素一个就是血清素 血清素就是缓解压力的一个自然激素 当我们的血清素到了夜间的话 它会自然转化为一个退飞素 最佳的入睡时间是退黑素分泌后的两小时左右 也就是晚上11点 但这个时候我一般在 屏幕所释放的蓝光会让大脑认为天又亮了 从而影响退黑素的分泌 可能导致思维异常清醒 相反如果一直顺利我在退黑素分泌后准时入睡 身体将会在几小时内达到深度睡眠 到了5点左右 大脑感应到外界光线变化 开始分泌皮脂醇 并且停止产生退黑素 接着身体会缓慢醒来 正式结束一个睡眠周期 这个周期会根据每个人的习惯向前或向后调整 但假如我两点入睡 5点外界光线的变化 仍然会刺激大脑和蜜皮脂醇 停止产生退黑素 在这个睡眠周期内 大脑还未达到深度睡眠 就被强制开机 疲惫产生了 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 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甚至还会影响当天傍晚 身体分泌推黑素的时间 让大脑在本该入睡的时候更加清醒 第二天同样疲惫 有研究显示 一周的睡眠不足 就会严重影响身体的血糖水平 可能引发早期糖尿病 而长期的睡眠不足 会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 让缺较人群患癌症的风险 增加一倍 所以闹钟对我们睡眠健康 真正的打击是 无论你几点入睡 都必须在特定的时间起床 但关于几点入睡 在很多时候 都是一个被轻视的问题 我每天八点起床 是为了在早饭和通勤之后 能赶上十点的上班打卡时间 经过至少八小时的工作 我还要吃饭 锻炼 我回家的通勤大概要一个小时 所以等到家 所以已经 已经 十点了 这时距离我的最佳入睡时间 还剩下一个小时 褪黑素已经在我的体内分泌 然后我就会洗漱 阅读 上床睡觉 你怎么睡得早的 你这个年年段 你这个阶段你睡得早就 并不会 当上班时间和工作时长固定 一天剩余可支配的选择 其实也被固定下来 这决定了我们 何时入睡 何时起床 以及我们糟糕的睡眠健康 而更残酷的是 除了工作 还有更多的因素 会不断侵占我们的睡眠时间 这是一些欧美国家 40年来 人均睡眠时长的变化趋势 相比上世纪80年代 很多国家的人均睡眠时长 都发生了明显的增长 而增长的拐点 基本集中在1990年前后 这背后的原因 也和工作有关 随着大量加工产业 转移至亚洲和南美国家 欧美人均工作时长 不断下降 相比1990年 今天平均每个美国人 一年的工作时间 减少了100个小时 而也就是从那时期 我国的人均工作时长 开始明显上升 于是资本的剥削 直接体现在了我们的睡眠上 20年之间 我们平均每个人每天 不得不少睡两个小时 在当前的环境下 我们还有没有可能 缓解睡眠问题 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咖啡 咖啡所含的咖啡因 确实可以让人 短暂地摆脱疲惫感 但并不能消除 疲惫带来的影响 疲惫感来源于 身体所产生的腺肝 咖啡因会藏在大脑之前 与鲜肝受体结合 让大脑感受不到疲惫 具体的原理 我们在上瘾系列的咖啡因 那集里有过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而相比咖啡因 我们体内也存在 天然调节睡眠节律的物质 比如之前提到的 退黑素 我用退黑素 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像我现在的工作 也是会着重于 海外这个方向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会倒时差 之前有用过属于药类的一些睡眠产品 但是可能还是会担心它会不会有副作用 或者是会不会产生依赖这种 所以说最后还是会想要选择退黑素 那其实我们从一开始接触到一些睡眠产品 可能是比较多的 就像有这个退黑素的产品 还有Gaba的产品 以及就是我们的睡眠医生菌种产品等等 其实根据我们目前的一些新的调查报告会显示 目前购买辅助睡眠产品的核心人群 其实是25岁到39岁这个阶段的人 占的可能是全年龄段五成以上了 可能这些都会跟我们在一线城市里面 有于他们的压力或者是焦虑等等的情绪 而导致晚上会睡不着这个情况的 但无论是外用补剂还是调整作息 这也都只是暂时换解睡眠问题的手段 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和观念齐齐转变之后 我们才能在需要休息的时候得到休息 我们的闹钟才会从这样 变回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